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坏事做多了 有人瞒你一只手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燕郎中 在整个花灵城的名声 他谦谦君子 温刃如玉 玄乎济世 医者人心 你们家四姑娘 那就是高攀了 给我名字 名字 就你们这帮人连命都保不住 还敢管我要名呢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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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买一只吧 不要 买一只吧 走开 来 别生气嘛 走点 走 走 谢谢 谢谢公子 来 谢谢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阿鹏 给我一只花吧 太感谢您了 喂 四姑娘 燕公子 今日人安馆突然来了好些病患 一转眼天就黑了 没关系 今天四孽房的客人也很多 我也才刚刚忙完 送给你 谢谢公子 今天上月节好热闹 是啊 不就是个破郎中马 谁知道燕无明是不是人前君子 不就是个破卖衣服的 谁知道四小念是不是人后破妇啊 你 你说什么你 别打了 别打了 人家三日后就要成婚了 很恩爱的 你们看那边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独木造高楼 没瓦没砖头 人在水下走 水在人上流 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我猜应当是雨伞 真的是雨伞 燕公子你好聪明啊 我也是来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雨伞 才想起来的 三剑之内职众把星 者得今宵一场 哎 好 坐一坐 一会儿看 哎呀 这根一拿就好沉啊 哎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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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这么远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摄中 是 哎 没摄中啊燕公子 我来帮你 好啊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 我想要这个啊 走开走开 女人家玩什么射箭 你没事吧 娘子 我没事 可可给你射一个 就是 就你这手 还不让女孩射箭 凡是都有个先来后到 我既然付了钱 我还没玩完 轮得着你来玩吗 你你你你什么你啊 你像是能射中的样子吧 你瞎说什么呢你 你你 哇 燕公子你射中了 太厉害了 我大概是运气好吧 就是 二位 你们的彩头 哟 这金香玉餐 如今 是我的囊中之物啊 哎呦 这美餐 太美人 可真好看 哟 可丢死人了 娘子 娘子 燕公子啊 谢谢你啊 那以后 每年上元节 我们都来这儿好不好 只要你喜欢 我们家房主 和你们家燕郎中 还是挺般配的啊 真是菜子佳人 走 我们思念房是全花灵城 最好的染房 姑娘一定可以挑到 自己最喜欢的衣裳 嗯 我先看看吧 房主 婚服改好了 这个 姑娘 这衣裳你可碰不得 这衣裳拿出来不就是卖的吗 为什么不能碰 想知道 也不是很想 不 你想知道 这可是我历时四十九天 用七百二十根金线 一千八百八十八根天蚕丝 亲手缝制而成 冬保暖 夏通梁 世间锦死一斤 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 这是我跟我们家燕公子 成婚用的婚服 哎我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就走了 没礼貌 是我我也走了 你说什么 房主啊 这可是咱们思念房这个月 唯一建房的客人 那怎么了 他爱买不买 你们房主我又不缺钱财 衣服卖不卖得出去 我无所谓 哎对了 你问一下那个文房 燕公子的婚服试了没有啊 大小合不合适啊 我方才才送过去 应该还没事呢 嗯 好吧 婚服我早上就送过去了呀 你送过去的是什么 你屋里那个箱子呀 我屋里的箱子 对啊 啊 长得好好的一双手 非要干坚硬劣劣的事 怪不得有人花中金砍了他 你送过去多长时间了 嗯 一个时辰了 糟了 怎么了皇主 你干嘛去啊 阿伯 五日之后呢 若是腿脚的痛症没有减轻 您在来找我 来 好好好 我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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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卫寺来的密函 我藏在您的聘书里 您小心收拾 哦对了大人 四姑娘亲手给您做的婚服送来了 就在那面箱子里 您记得试一下爱的新衣 婚服怎么会有两件 不能打开 好 燕公子 燕楼中 四姑娘来了 燕公子 燕公子 不死在那儿 看 怎么了 红枣错把我的蟹衣 放到箱子里送过来了 原来如此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们明日见 明日见 晏公子 我以为当初是我主动向你求亲的 你不会给我拼书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 一早整半了 怎么了 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 手都冻红了 这么冷 人家不冷了 评书 我还没写完 等写完了再给你看 好 怎么了 人家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女孩子闭上眼睛 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 真是 我就是来许耀方的 这什么呀 有蟑螂 人家太多救了 好怕怕 好怕好怕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任阿伯的药方他错了 我来给他通信拿 没事了 蟑螂已经死了 不怕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怎么会 想尝尝 黄家 白天 要你 来 心甘情愿地 娶我 不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既答应许你 自然是心甘情愿的 此之不语 炫耀之后隔壁王女又要打我 好像打的也不是特别重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们还是明日再见吧 明日见 你是阿婆 忽然又不走不走 走走走走走 咱们回去了 赶紧呢我送你回家 好了 慢点啊阿婆 来 方主 你回来了 我们燕公子这么温柔 可不能吓坏了她 我先过去 你敢把老娘买回来的 十几个小丫头都给放 留一间一间的送 你交话就解释 晚点再给我们解释 我得把她给我找出来 是 你是 你 干什么 不客气 不好意思啊 得罪了 得罪了 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走 没事吧 在下 自私想念 在下 幽冥 你 大人 你明日就跟宋娘成婚了 今日这光天化日的 不成体统 大人 这密函说什么了 好 侯爷来了 侯爷 思想念只是个开成衣铺的普通女子 没有提前告知您我与她的婚事 是属下 我并不是来阻挠你成婚 只是 你苦心隐藏身份十数年 成婚后 便不再次从前 你既是 暗卫营指挥时 一旦身份曝光 你的夫人 将陷于危险之中 如此 你师父 还执欲要与她成婚 燕公子 我为你淹没 要那好了 燕公子 天冷了 我给你带了进我们思念房的衣裳 我不需要 燕公子 饿了吧 来 先喝口汤 我不渴 你就喝一口嘛 这是我特地找醉仙楼的师父学的 来 我真的不喝了 四姑娘 我与你说得清清楚楚的 那日 就当是我与你共同搭做了那些被拐买的姑娘 你无需回报我 我三人一整的期限已到 明日即不会再来此处 你也无需再来找我 燕无明 我明日还来这儿等你 大人 我听隔壁面谈的老板说 四姑娘这几日天天来找你 我都查过了 四姑娘出生普通商骨人家 父母早就过世了 你没必要非要躲着她呀 我都查过了 就是因为太过简单 我才担心 busted στ疑 微信 对 来 看我 在某几次 竟看痴 同在手心的誓 寥寥草草几行字 寄逢月 風雀待不走相思 燕公子 四姑娘 你為何在死 跟你送散啊 我不是問死 我是問毒 我既與你說過 我會再來此處 為何還要來等我 還能因為什麼 當然是喜歡你啊 三 二 你承認吧 從那天開始 你喜歡我 對不對 我既答應取她 無論如何 都會與她抄襲 之後適合險境 定會不離不棄 獲她重生 我們買一點啊 滑板 這磨塊跌倒吧 好 來 這裡 這個都能掛門上 小心小心 快快快 跟那個箱子放一起啊 是 是 小心啊 好 好好好 房主今日可真好看 回头换上婚服啊 会更好看 就你嘴甜 大人 我不是说想占你便宜啊 但我如今看您 这 真有种 地要看儿子成家一样 来 苏鲁不是想占您便宜吗 这里 还是这里 外牙堂 外牙堂 一钱一两 真实不用 红枣啊 你先出去吧 婚服一会儿我自己还就好了 去吧 好 嗯 姑奶奶大喜的日子 还要去收风筝 大人 幸为四来紧急任务了 大喜的日子还要去收风筝 我给你了 咱们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新婚货礼 阿姐得先去收个风筝 我明白了 这是我为阿姐新打造的一套武器 阿姐 这次是远郊还是城区 城区 人还是物简 物简 偷还是巧 偷 阿姐的心魂不移动刀 那就这个簪子吧 只要把簪身插入锁孔 扭动簪头 便可打开世间所有的锁 行 就它了 速战速决 还能赶得上及时 我们金卫司 虽说是暗卫有 但好歹是正规朝廷机构吧 我们城区当天还要出任务 这每个月 也没给多少奉银啊 大人 您不会真要去吧 万一为了及时怎么办 不如这样 您让我去 我不用城区 文芳 今日金卫司 还有更长的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 让我去吧 万一我没赶上及时 先替我跟司库你 替你卖糖 这不成体统吧 先替我跟他解释 我不想他因为我而担心 我明白了 大人 你放心去吧 神魂当天就这样 那婚婚该怎么办呢 怎么还不来呀 这都等了多久了 你们燕郎中还不出现 我们司念房的彩礼可都给了 这婚可没得回了 我们仁安堂 也给了聘礼啊 房主都等那么久了 你快回去把燕郎中叫过来 我们燕郎中 再来到路上 马上就到 先开始 可能 二十块破 四五块都完整 以后不接着我身上睡 魔貌子 你再等等我 我马上到了 嘴巴这个时候 soldiers 你哪哪都是 四姑娘千万别误会我 但月眼公子也跟我一样迟到 还没发现我不在屋 应该还赶得上吧 四姑娘 燕公子 你 燕公子 都这个时辰了 你怎么还不去思念坊接我啊 我出了趟急诊 西街南巷林老突然中风了 这个时辰你怎么还在外面 我的婚服被东街成衣铺的林掌柜拿错了 我刚刚去取了一趟 拿错 嗯 洛哥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及时已到 我们竟然还在这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今天先算了 我们先回去 再在即日 对 四姑娘 你我一处天地之间 你我一处天地之间 良辰美景 星月可见 正当即时 不可辜负 不可辜负 再则即日 不如 就趁此刻 嗯 我一个时间 你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一时都过了燕郎中也没出现 他人怎么还不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去跟方主说一声吧 让他别等了 红枣 红枣 我们燕郎中 绝对不是想毁婚的人 他肯定有什么事给他 什么事能比我们房主成婚重要 你等等 还等什么 你看 我们成婚的合金酒 我可是挑的上好的嘉宁 夫君 我们干杯 你笑什么 合金酒不是这么喝的 原来他们早就回来了 可是他们不拜堂就洞房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他们回来就好了 我把灯笼挂下来 好 走 娘子 夫君 夫君 糟了 忘了 忘了腰上的软件还没拖 不好 我呼望还没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老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这个衣服有点难脱 不如我去旁边 自己把它脱下来 省得一会儿麻烦你 正好 我的好像也不太好脱 是吧 那太好了 走 咱们 我们是 赶紧 脱 我们是 夫君 我脱好了 我也是 这个衣服是不是很难脱啊 我帮你吧 我自己来 什么声音啊 没有 不重要 你给你许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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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得好好习惯 以后每一夜身边都有你 我已经跟燕公司成婚了 差点冒杀起 没错没错 是我夫君 这是夫君最喜欢的最仙楼的包子 最仙楼的师父不是说不卖包子了吗 都是生意人嘛想想办法还是可以卖的 你 你是什么人啊 你是最仙楼做小笼包的刘大厨吧 我 我 我是 女侠 别别别 女侠别 别别杀我 我杀你干嘛 我来找你做包子了 我说你可真行啊 大清早的蒙个面 就我来买个包子啊 我做了二十几年包子 早就做腻了 不卖了 走走走走 听不懂人话是吧 小心我咋 女侠饶命 我错了 我错了 所以说能动手就不能废话 选一个吧 我选 走包子去 小的极客就给您走 方处不好了 彭嫂你有什么事 能不能等我跟龟川早饭再说啊 等不了了房主 有人来司令房闹事 什么 谁敢来我的厂子闹事 小念 你 好疼好生气哦 不君 你先慢慢吃 我去去就回 红枣 走吧 谁呀 这么大胆子呢 那个谁 你看看你们家衣服啊 又会又有毒 穿一个时就有浑身痒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我这胳膊上都起疙瘩了 你这是给人穿的吗 你吵什么吵 是 房主 是 是 我们司令房的衣服 都是用蚕丝做的 怎么可能会有毒 你说蚕丝就是蚕丝啊 我看看你的衣服是不是蚕丝 你 你放开 我不放 放开他 我不放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跟过来 我都没法出手 在他面前 我还不能出手 这位客官不如这样吧 你先把手放了 咱们有话好好聊 这小白脸还学人家英雄救美呢 夫人先回去 这里交给我 你干嘛 不行 这是自念房的事 交给我就行了 走走走走 我没事你相信我 我也不会有事 你要相信我 我是你夫君我会处理好的 我是你夫人 我会处理的更好 不是 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了 一个小白脸 一个破卖衣服的 赶紧赔我一千斤算球 在这给我演什么你呢 闭嘴 夫人先回去 夫人先回去 他走路样子很奇怪 可能身体不太好吧 他们果然成婚了 看起来挺恩爱啊 红枣 往后思念房有什么事 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不要惊动姑爷 听到没 好 夫君 你回来啦 姑爷好 来 夫君 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仁安堂今日来了许多病患 就多忙了一会儿 等等等等 什 什么人啊 别转过来 不是 大 打劫啊 等等等等 再敢招惹思念房房主 我定废了你去闯事 手臂我给你接回去了 这个 这个 就当是医药费 人呢 我这儿还有一个胳膊 也给我接回去啊 对了 夫君 一会儿你吃完饭 早点休息 晚一点 我还得去趟思念房呢 有点事 要不陪你洗剧 要不陪你洗剧 不用 小事 谁啊 别回头 手给你接回去 若是再敢动思念房房主他夫君 我定废了你这双手 别回头 这是给你的医药费 思念房房主他夫君 谁啊 这就是思念房吗 果真是个金屋藏郊的好地方 夫君 你昨晚睡得好吗 有你在旁边 当然睡得好 好了 那我就先去医馆了 嗯 早点回来 赶紧的 他们怎么来了 怎么了 这两人的长相绝非善 难道是我哪一路的城后家 找上门了 二位是 嫂夫人游 嫂夫人 嫂夫人 这次来干什么呀 大表哥 大表哥 你们不要乱 你们 笑他 什么来着 大表哥 他们是你的 表弟 虽然看上去 有那么丝丝的不像 嗯 但确实是 对吧 燕郎中 在下无名的二表弟 心无良 在下无名的三表弟 叫无力 二表弟 无良 三表弟 无力 三表弟你这 这 也不愿意 那也太着急了 嗯 但是没关系 所以 今日来找我们无名是 借钱 送礼 借钱 二位表弟 既然来都来了 不如 有话直说啊 这你我 他 这 嫂夫人 不如让我来跟你解释 他们是 又想借送礼来 向燕郎中借钱 两位表弟 这次又想借多少 是 大人 突然来访 确实是属下唐突 不过 我们却有钥匙 嗯 合适 侯爷来了信 前几日 城防图丢失 据烟花巷的献报 这偷图的贼人 现实凝香楼 赵人说此当小事 并不在禁卫寺的职责内 侯爷为何要特意传信我呢 大人 此段小事 不如您交给我来吧 我去抓那个贼 二位表弟 来吃点糕点吧 大婊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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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二位 为您准备的新婚贺礼 新婚贺礼 送的什么玩意儿啊 俗话说 棒下出孝子 这是我娇家祖传藤条 望婊嫂儿后教育儿女啊 祖传的藤条 嗯 江表弟 你该不会 从小被这个打到打吧 正是 此乃我新家祖传秘药 名曰金凤玉露 我爹一直用它 飙草无碰 这是给大婊哥的 请大婊哥向那 请大婊哥向那 我不需要 你自己留着吧 哎呦 怎么还信这么大的礼了 他是你们的婊哥 又不是皇上了是不是 哎 大家都是亲戚嘛 不如留下来 一起吃个便饭 哎呀好啊 好 好 是好 不过我们也还得 赶路回乡里 你说是吗 是 赶什么路啊 哪有那么着急啊 哦 看来还是挺着急的哈 那不如改天 改天再一起吃饭 夫君 我还有点事 要出去一趟 不如你好好招呼 二位表弟 好 早些回来 二表弟 三表弟 送礼借钱 真能胡说八道 行啊 没什么事先回去吧 日后没有寝静之事 不必再来叨扰 是 大表哥 大表哥 大人 我那天都听到了 无良兄和无力兄 就是想来看看 您婚后什么模样 只是骗想念的事情 又多了一桩 阿姐今日又是去何处 一个女人很多的地方 吓唬吓唬 还是动手 女人家家 吓唬吓唬得了 阿姐今日就用这把吧 阿姐今日就用这把吧 公子久等了 秦香 给公子倒酒 啊 不好意思啊 公子先喝着 秦香去准备一些小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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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锋土在哪儿 我们宁香楼只有成功土 哪来什么成锋土啊 啊 大人 饶命啊大人 成锋土 半个深圳间 就被人拿走了 是 啊 真的 是真的 是一个女人 或者假实的女人 女人 女人 成锋土在哪儿 娘 什么成锋土啊 你想要成锋土 还是留着你这张领 好 居然有人抢仙爷 大人 人呢 大人 您没事吧 石灰粉 大人 这个要用菜籽油清洗 竟然用石灰粉 这种下三烂的手段 干好大人 我去追 什么 居然逃到森剑房里来了 站住 好 夫君 是我 小念 你这身衣服是 我这身衣服是 帮一个客人定做的 然后我帮他试穿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还挺合身的 夫君 夫君 你这身衣服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 都是什么呀 我这是 行为司就我一天到晚不肯证实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执行任务 大人怎么穿那身衣服就回来了 嫂夫人 嫂夫人 这就是石灰粉啊 嫂夫人 直到如今 我必须告诉你了 文芳 阴郎中 你们如此深爱 何必再瞒着他呢 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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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我身体起来 会有一啾啾的小鸡洞 夫君你不会介意吧 小妍 其实你方才生气的样子 比较正常 你喜欢这款 走 过来 表嫂 喊我俩出来这是 你们大表哥就是个郎中 没什么钱 来 再借给你们 我这 我什么我 你赶紧拿着吧 以后这种事尽管来找我 不用逃让你们大表哥 走走走 不是无聊 咱这钱是不是得还给大人啊 大人方才吩咐我们 以后这种小事 无需逃让他 就给我一张了 大人真是 聪明的脑袋好歹是及时给他减肥 连个份都不留我吃一道 二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啊 红枣 我想去街市走走 阿姐若是问起来 你别告诉他好吗 你要去街市的话 我让桂园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拄着手杖 眼睛不成问题 那好吧 你要小心啊 红枣 那个小姑娘是谁啊 这是我们二小姐司宝 最近刚从老家搬过来 司宝儿 小心 小心 二小姐 你走下去 我快过了 你走 你走 你没事吧 没事 二小姐 文房 你们没事吧 你叫文房 我叫文房 文房四宝都文房 文公子 我能摸一下你吗 宝儿姑娘 二小姐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文房 你脸怎么这么红呀 是这个布染色到你脸上了吗 这文房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大娘 大娘 你身体没有大碍 近日多补充一些红豆 芝麻 核桃类的调理便是 谢谢郎中 郎中 谢谢 郎中 我的药呢 郎中 我的药呢 给我吧 来 谢谢郎中 金卫寺来新任务了 大人 什么任务 让我去吧 昨日从思念房回来之后 你就一直这副模样 到底发生什么了 昨日 昨日吧 我跟宝儿姑娘 有了继父之情 你对宝儿做了什么 不是不是 是宝儿姑娘她 她摸了我 宝儿视力不太好 人或物 确实只能靠触摸 她眼睛不好 阿姐 你要送一把匕首给姐夫 没错 好 这以前没细想 如今想来 你姐夫一个郎中 跟我成婚 确实挺危险的 与其让她去学武 不如送我她一样物检防身 好 阿姐你稍等 怎么样 这把吧 这把刀我用多种脆火 冷却铁重戒指 刀身锋利无比 削铁如泥 等等等等 我要削铁如泥干嘛 你给我弄一个 削泥如铁 最好是中看不中用的那种 好的 阿姐我明白了 那晚些时候 我再送去你房间 好 阿姐先走了啊 阿姐 你还记得 小时候我们在林间走散 我被一群野狗围住 一位少年奋不顾身 救了我的事吗 记得呀 怎么了 我觉得 他跟文公子的感觉很像 文公子 文房 我新买的唇这颜色 还真是好看 夫君 过来 夫君 夫君 你看看我今日 与昨日有什么不同啊 你干嘛呢 我不是要你亲我 你不是说闭上眼睛就是 你再好好看一看 我跟嘴里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呀 人家换了新的蠢枝 昨日是日落魂 今日是日出魂啊 看不出来吗 好像 是有些不同啊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 糟了 进了一次令牌 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拿给你 你说 这是 做什么呢 给你防身 好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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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是 夫君 你就是一个郎中 整天舞刀弄枪的多危险 以后你就带着他 好好保护我吧 这把笔手连苹果都削不开 用它保护你 不是更危险 就给你拿着护护人吧 免得真的把自己伤到 算了 配合她一下 别辜负她的心意 好 谢谢夫人的心意 我收起了 你们都先去后院忙吧 是 我 真乖 把你们关在这真是委屈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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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吧 哎 上一次喝酒 还是新婚那一晚 我就光明正大喝了这么一小口 好 罢了 光是闻一闻 也是极好的 废老公 哎呀 可小道 就回来了 里面 通訓了 哈 你快点吧 我快点喝了 你快点喝了 看我 为何会有酒味 那个 我 那个 吃不多酒 你在饮酒啊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那个这些酒是 是我在研究 最鲜楼的酒酿小源自 是怎么做的 当真 我没喝 我今天真的没喝 不信你问一下 聊聊 我信我信我信 夫君 我突然想起来 我已经买到了 酒酿小源自的米方 我去找一找 然后晚点做给你吃 好 麦芽糖 麦芽糖 一甜一两 真实实用 无比不大 近日城中 都有感染风寒的患者 你让红枣白熬了 我回趟人安堂 好 好 智子紫苏会隐藏身份归程 没错 紫苏身份特殊 不光是圣上的亲侄子 还是前太子 金维司 必须确保紫苏 平安进入皇城 可护送智子归程 并不在金维司的职责范围内 且未有圣上手遇 而今朝中人人戒至 圣上年迈停落 若此刻 金维司暗中护送智子 岂不是站到二皇子的对立面 吴明啊 你曾经跟我说过想要隐退 迄今为止 金维司未曾有过指挥师 可以全身而退 此次 和你护住智子 平安进入皇城 我就允了你的要求 我就允了你的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自你十三岁入行后第三回叫我出来 头一回是你第一次执行完成任务 第二回是通知我你要成婚 这回又是为了什么 老忠 我的原则你最清楚不过 一 不伤平民百姓 二 不沾朝堂之事 三 不惹邪魔歪道 刺杀质子有备远走 我没有办法接你 你成婚时不就想惊盆洗手吗 我们做标人的入室容易出室难 你不用着急拒绝 我再给你几日思虑清楚 若此事办成 我便撤销你的 彪人身份 不必几日 我此刻便能答复你 这桩差事 我决然不会接 大人可是应允了侯爷 切下了这桩差事 此桩非寻常差事 事关朝局 若有任何与质子相关之事 你们不可轻决妄讀 不论何时 先知会运 那我 阿姐 我给你做的桂花酿 唉 你又做新酒了 唉 太好了 我闻啊 这桂花酿 怎么只有桂花的味道 没有酒的味道 我看阿姐这些日子 怕被姐夫闻到酒味 都不敢喝酒 特地给阿姐做了桂花酿 阿姐 你放心喝 姐夫是闻不出来的 真的假的 我尝尝啊 如何 真是桂花酿 得劲 真是桂花酿 我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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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君 快来快来快来 你闻一闻我今天身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特别的味道 嗯 玩一下 换了桂花味的香粉 比昨日的牡丹花不一样 对 还有呢 还有 没有 只是每日一道松命帖 还有 没错 就是桂花味的香粉 没有别的了 睡觉了 侯爷为何会私下任命 进离司来护送质子 夫君 你睡了吗 算了 别让她知道我有心事 夫君 你睡着了吗 很好睡死了 我还要说 那这就是 我尝尝 那我尝尝 是 可爱 你不不不 我哪個男生 我哪個男生 她不害怕 我哪個男生 傅君 我在呢 你 你這是怎麼了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喜欢你怎么那么多呢 我知道啊 我知道我知道啊 小念 小念 怎么了 小念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对不起我夫人 我骗了他 你骗他什么了 我骗他说我不认重力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喝酒 我 我都不知道 我是更喜欢喝酒 我还是更喜欢我夫人 真的太难耍了 怎么办 我喜欢 原来你喜欢喝酒啊 嘘 你小声点 不要让我夫人听到我会喝酒 不然 你会讨厌我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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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没akan 一滴不少 那个 孤爷 孤爷什么时候写 铃铛是陈屎 他让我看您醒了没 在郎亭等您吃饭呢 赶紧赶紧帮我梳妆打扮一下 快快快 那边是梳妆坛 对对对 快快快 快过来吃饭吧 福建 那个 昨天有没有饭 耍酒疯 你发现了 宝儿竟然会酿酒 这桂花酿真是不错 我骗了你 你不生气啊 以后不论你心情好坏 还是纯粹想喝 记得告诉我 我陪你一起 不可以像昨天那样 偷偷摸摸喝成那个样子 那昨天完全是个意外啊 放在哪里 abop 是 害羞 在这儿 你在那边 还没有 你 不是 不能 等 儿 没有 我 咱 咱 我 Fu 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谁啊 谁啊 宝儿姑娘 我是隔壁药铺的掌柜 最近城中多有风寒 我给你送了些药和琵琶糕过来 你记得吃啊 文公子 是你吗 我记得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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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宝儿姑娘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实在是 我先走了 文公子 我是想 没错 还是热有药香味 他摸我一次 又想吻我一次 什么意思 你与其在这浪费药材 不如去问宝儿 她是什么意思 大人 你怎么知道是 宝儿姑娘了 你三天两头跑去成衣铺 除了她还有谁 你若是真中意宝儿 我替你问问小念 促成这种姻缘 大人 这可不行 我还在寺里大枕鸿图呢 还不能成亲 况且 若是成亲了 就得跟您一样 试试矛骗嫂夫人 我可不想做个骗子 我瞒着小念是因为 我育年阿爹是旧友 他为金维斯做了一辈子贡献 是我敬佩的人 他临终之前 托我照顾好你 他最牵挂的人也是你 比起在金维斯大展鸿图 他把药材铺留给你 更希望你能够早日成家 过安稳的生活 我若是你 定然选择与心爱之人 过简单平凡的日子 大人 我不明白 你为何 不辞去金维斯的职务 跟嫂夫人 过简单平凡的日子 姑娘 看看风筝吧 阿沈 这风筝断了线会如何 这线 拽在放风筝的人手中 若是断了 那风筝必定是 凶多吉少啊 如今正当是放风筝的好时间 姑娘不如考虑考虑 要不要买一个呀 姑娘这是 是 阿沈 今日不买风筝 只买线 姑娘要何种线 若是 女子有了身孕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啊 试睡 乏力 胃口减退 距离上次月试过了一月有余 没错 肯定是 小念 嗯 哦 在想什么 饭菜一口都没吃 夫君 我有身孕了 嗯 你有身孕了 嗯 你 你好像 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 自然不是 我是有些突然 那你多吃点 嗯 吃点突然的 是 说 你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怀孕了呢 感谢观看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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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你不会叫别乱叫 叫的什么呀 你叫 不哭 不哭 这大人是不是睡熟了 这暗号好像不好使了呀 什么时候见大人睡熟啊 不哭 别叫了 大人 大人 别吵醒我夫人 三位客官好 三位客官好 我从北京而来 我的主人 让我给你带衣服 不哭 毅 罗里 你 怎么 你 大人 您还未答应侯爷护送质子入皇城 他此时送来玉佩 莫不是想拉拢您跟他同一阵线 此时没那么简单 大人 谁啊 愿不明 大婊嫂 大婊嫂 闭嘴 谁是你婊嫂 有你们这样的婊弟吗 大半夜的带着我夫君上青楼 小妮你误会了 我误会 我亲爱看着你们进去的 婊嫂 是 是我 我 我看上了宁香楼的一个姑娘 我想筹钱为她赎身 表哥一直在劝我 说我为了家门 二表弟 你还在跟你大表哥打掩护什么 他吃饭的时候眼神就不对 原来你们是一起逛窑子 小妮 你真的误会 你还想 小妮 无良哥哥 你想尽一切办法 为阿谦筹钱赎身 阿谦终于脱离苦海 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自此以后 阿谦就是你的人了 阿谦筹钱赎身 我在巷口等你 无良兄 你真是 facts的 阿谦筹钱赎身 阿谦筹 阿谦筹钱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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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我又不知道 二表弟竟然会喜欢烟花女子 而且我跟你说了 我有身孕 你反应那么冷淡 半夜还去青楼那种地方 难免我会胡思乱想吗 是我不好 什么事情都瞒着你 下次出去多穿点 夜里冷 嗯 吃得多穿点 不然会动着孩子 明日还是去趟红油馆吧 最好再去确认一下 是否真的有了身孕 我自己的身体 我很清楚的 无需再确认了 哦对了 你等我一下 你看看 好不好看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我还做了好多呢 等回头我都做完了 一一给你看 好不好 好 从左翼的情况来看 质子紫宿深不可测 就连传信的丫鬟 都如此机灵有城府 那个五岁的二皇子 那是他的对手啊 不对 大人若是拒绝了紫宿 日后他夺得地位 怕是要报复大人啊 哪有那么简单啊 朝中官员都拥护二皇子 质子紫宿此次归朝 人单是孤 可谓福祸难料 此次一送玉佩 二又派人解围 大人还真是身陷淋雨 岂虎难下 那大人这么难办的差事 您是接还是不解啊 大人 大人 此事我会再斟酌 你们先回去吧 近日需小心行事 诺 此时甚是棘手啊 吴良兄 阿姐是何时发现有喜的 有些日子了 那太好了 我们家以后可就热闹了 那当然 方主 看看这个 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 给您肚子里的小主子 做小衣裳好不好 嗯 好 可以 阿姐 我虽然不能给小侄子做衣裳 但我以后能带他玩 好 没问题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方主 我虽然能给小宝宝想名字了吗 呀 这名字也该取了 丝 丝 丝什么丝 人家姓燕 她得虽她爹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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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看来 你是想清楚了才来找我的 我可以答应保护志子 但仅止不与我护她入城 也请侯爷应允我 此时之后 让我从今为此隐退 往后朝中种种 也与我无关 姑娘这银票 足够买下一成的风筝 别再打压你了 我知道你叫红神 这些银 是你在给我放风筝 这银票 就当是口信钱 姑娘 但说无妨 既然是自己 那我就直说了 我有了身孕 就当是给孩子积德 我也不会再受风筝 有什么代价 让她自己来找我吧 你有了身孕 我来瞧瞧 四姑娘应当没瞧过郎中吧 你并无蕴脉啊 怎么可能啊 我明明就有你说的那些症状啊 从前啊 这城中不下百户的小孩 都是我健身的 你有无印象 我一看便知 宁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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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宝儿的风寒 好了吗 你这药 是给他抓的吗 你若真的在意宝儿 坦坦荡荡的去关心他 不行 我现在一事无常 我没有资格 文芳 我以兄长的身份告诉你 你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宝儿 从来不是取决于你是寂寂无名 还是功成名就 只取决于你是否真的在意他 至于日后宝儿怎么想 也同样取决于 他是否真的喜欢你 严老忠 你夫人来了 你再好好想想我与你说的话 小念 夫君 你怎么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搞错了 是 我 不好意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也好希望是真的 早知道还不告诉我 害我一个人在那自作多情 可虽是如此 这几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我与你成婚了 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去到任何一个 我们想去的地方 可当你告诉我 你有身孕的那一刻起 我才清楚地意识到 我和你随时都有可能 成为一个孩子的阿爹阿娘 所以 我必须要给我们的孩子 和你 一个安全安稳的家 好 反正 以后你去哪里 我们的家就在哪儿 等真的有了我们的孩子以后 你教他学医 我就教他沙 算了 反正 现在想那些 还有点远 没事 不远 什么意思啊 明月 翻唱 字幕队 你 海门 会 刻出 那一天 都不远 咬 你 我好像知道什么意思 下来吧 你干什么在那头砍了半天啊 出来 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想来问问宝儿姑娘她最近可好 有没有生病 宝儿有没有生病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 那我先走了 回来 有话直说 宝儿姑娘她最近对我有些奇怪的举动 我想来找她问问清楚 宝儿姑娘她 这样我 宝儿一个涉事未深又有事账的姑娘 她是想 来 过来 我摸下你肩膀 嫂夫人 请自重 自重什么自重 过来 嫂夫人 宝儿既然已经摸了我 我就是她的人了 即便你是我们燕郎中的夫人 我也绝不可能让你摸我的 没想到你还挺纯情的啊 好了 宝儿去最近的路买吃的了 去找她吧 她一个人去的 不然呢 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呢 她 平常都是一个人 那那那无名呢 在医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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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干什么你啊 走如不长眼睛啊 这么大一条路 请别往我们身上都弄脏了 你别以为长得好看 我就不骂你啊 不好意思 走 走 来 来 来 我走 证义 拼乱 颜子小器 noget做明月楼 听那出陌生去调有衣兽 我提灯喧嚣街头 为何你水心中 想来一种缘由 你在身后 一下是平生所有 我未能选之欲空 问你千万里外 尽锐看如否 未雨过后风路间太眸 只看久 亘古高越似乎夜 涂我无人候 凌冷风雾总不如就 竖然一挥手 这红尘衰过 谢谢大家 给我们家小梅一张路 等着她出来 我们再来一遍 好好好 周明啊 你杀人了 你是城中有名的郎中吗 你的手怎么就揭不了了 你的手已经断很久了 神医再次也接不回去 手就在这 为什么接不了 别人的手与你血脉不通 自然接不上去 你若信得过我 把刀放下 我替你装一只假手吧 假手 老子不要假手 老子要我自己的手 是城新不给我接手 让开 小念你在干什么 快回去这里危险 我没你想得那么娇弱 小念听我的快回去 你到后面去 你们两个机器歪了干嘛 是他 好吧 我给你一壶酒的时间 他又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以后不许这么冒失了 多危险 嗯 放心吧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阿姐 你给我一把钥匙做什么 方才 我去仁安堂找你姐夫 发生了点意外 虽然她出现的比较巧合 可是我在想 也许有一日 你姐夫 还有你 会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 阿姐 宝儿不怕 可是阿姐怕啊 这是阿姐在成交一座宅子的钥匙 本来想 等你成婚的时候再给你 现在想想 不如现在就给你吧 你主动来找我 看来是想通了 最后这只方筝我收了 但是你也要记住你的承诺 至此之后 思想念 就只是思想病 不再是彪人 这是金维司之前离魔过的城坊图 如今我们与刺客都在暗中 不如来个引蛇出洞 无量 你通知烟花巷的线人 继续散布世子进城的风筝 诺 阿神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风筝 近几日为起风 姑娘且安心等风来 风从何处来 西南城外 那我定的那只风筝 又核实到 五日后 前山别院取货 无礼 你家派人手 暗中守卫前山别院 诺 这些都太招摇了 其他的触手又不够利落 阿杰此次 是暗杀 而且 可能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比以往都难 阿杰 不妨试试这个 不妨试试这个 此山之子非寻常人 唯有个闪失我自己倒无所为 不妨试试 不妨试试 不妨试试试 不妨试试试 看来跟质子归程有关 对方早就做好了准备 万一我保护实力伸手易住 媒 orb 不妨试试 9 不妨试试 � HP 对方 要做吧 人家回来找思念房的麻烦 傻瓜 没有人会不喜欢你做的衣服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回了这桩生意 明日 我跟你一起去 好 那你呢 你为什么睡不着啊 医馆最近 来了一位 特殊的病患 是我从未见过的疑难杂症 我怕 我治不好他 怎么了 其实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们铺子还是挣了不少钱的 我全都存在西街永安银号 你到时候拿着我的印证 全部给他取出来 突然说这些做什么 再说了 我也不差钱财 我也在南京 智利所宅子 钥匙就在你的钥匙盒里 到时候 你可以带着宝儿一同去住 什么叫做我带着宝儿去住啊 要去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啊 夫君 明日思念房 会来一批新的补料 我要取点货 可能会回来得比较晚一些 如果你回来得早 别等我 你先睡 好吗 明日 我要再去研究一下 那位客人的疑难杂症 也会回来得比较晚 你也别等我了 嗯 睡吧 迷خ 戏 我们已经收拾了 我们已经收拾拖道 请 好 什么 等会 我 殿下您的粥好了 看来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脚 宋战宋卷 让我家吃午饭 好久了 这到底是一个对 假人 糟了 焱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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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大人 你受伤了 无妨 可惜让他跑了 有道人马追 我去追 你们几个跟我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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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儿 是阿姐 阿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姐夫回来了吗 还没有 那就好 阿姐 你受伤了 阿姐 阿姐 今晚的对手 是不是很厉害 你居然受伤了 从前 几乎没有人 可以跟你阿姐过三周 今夜是我轻敌了 中了他们的圈套 阿姐 忍着点 阿姐 阿姐 很痛是不是 没事 这些年来 唐通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只不过 只不过 接近生死关头的 那一刻 我脑子里 只有一件事情 何事 我在想 那个时候 你姐夫 你姐夫应该在家里 等我回去吃饭吧 若是 他再也痛不到了 怎么办 今夜这刺客 好生厉害 这些年 没见着有能伤着大人的 大人 要不您今夜 就在别院休息 以免让夫人发现伤口 暴露了身份 那把钱赐过来的时候 那把钱赐过来的时候 我竟然只有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 我都得回家陪他吃饭 即便是暴露了身份 我也得回去见他 孤夜还没回来吗 还没呢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我去趟仁安堂 如果孤夜回来了 就去仁安堂找我 好 好 孤夜 遇见你 惹我思量 来 用一生 通往 趁着之前落花 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怎么了 是不是那个大天堂的客人 不讲道理啊 明日 我替你去跟他理论 我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可以这样 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吃饭的普通日子 真好 不许你 在我身旁 心穿起了之前 年轮遍地间 双击生处 不可放 纵人思念滚烫 三千繁华为了 能否输一段时光 与我红尘 与你人间 一世无双 夫人你怎么了 我没事啊 我看你扶着肩膀 你是肩膀疼吗 我就是 最近药材切得有些多 手臂有些酸痛 我也是 我最近 总是没日没夜地做衣服 手 也有点酸 我帮你捏捏 不用 我一会儿自己去医馆做个理疗就好了 夫人 我帮你捏捏吧 我也不用 过几日就好了 对了 昨夜我在院子里 捡到一块染血的布料 是谁受伤了吗 这是 宝儿做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伤着手了 你看 我就说不能让他学做衣服买 原来如此 来 四姑娘 来来来 怎么了 我跟你说 最近这风向变了 那住在前山别院的是什么人 是金维寺 他们神出鬼没的 经常隐匿于寻昌百姓之中 这一回 就是他们设下的陷阱把你引出来的 看来 要把他们先解决了才行 嗯 虽然是个圈套 但是世子 已经归来了 等有消息 我再联系你 嗯 洪沙奈 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去思念房找我 别在这总整些神神秘密 我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我是生命物 又是一个女人 上次偷城方图的 也是一个女人 或非她们是同一个人 这个刺客不简单 这三根针 虽然从同一方位射出 却精准指中太阳 廉拳 灵虚三个穴位 若当时不是假人 世子恐怕早已命丧 可是她也受伤了 干脆 我们全城搜索 又见受伤的女子 不可 如此大张旗鼓 万一她还有同僚 势必会打扫青蛇 大人 大人 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至子子素即将归成 当真 如此重要的情报 你是从何得知的 我自有我的办法 我想到一个绝妙技操 我们先来一招 以蛇出洞 把所有刺客抓不回来的 再布下天罗帝王 甚好 不过文法 我听小宁说宝儿 好像受伤了 还染红了一块布 对 我也听说了 嗯 对 我去看看她 哎呀 燕郎中 楼下有个姑娘要找你 四语之人 有请燕郎中一叙 有请 被一直见过殿下 燕大人 阿谦 去杯些茶水过来 诺 燕大人 请 殿下真要在此处住下吗 有何不可 此处已被彪人摸透 不仅不安全 甚至还可能 甚至还可能再次引来彪人 是吗 在我看来 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地方 离我这一路走来 都有安全 杯子会加派人手 铺垫下安全 当今世上 恐怕只有燕大人 才能护我住去 才能护我住去 她的手没事啊 师兄 文公子 是你吗 包儿姑娘 文公子 为何你每次来找我 都要这样偷偷摸摸的 我是从我有姑娘摸过我 靠近过我 请问一下 很有钱 警官 就是 我 睡眠的 是 我 现在 我也没想到 你说这个世界 小不小 文房竟然是小时候 救过宝儿的那个人 当真 哎呀 夫君 你说 宝儿不会喜欢文房吧 文房是我一位 旧友的孩子 虽然平时猛撞了些 但家境也算殷实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 倒也是很般配 怎么了 没事 我倒不是嫌弃文房 我就是有点担心 他只是喜欢宝儿的表面 万一宝儿不如他想 你别动 我还没聊完呢 你别动 我还没聊完呢 我 你 你 你 怎么可能 方主 这块用来红烧鱼的盘子 你 你别跟我看 你鲨鱼就鲨鱼 我就吃你做好了就行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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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宝儿准备的 伤好了金床药 听说宝儿受伤了 你给他送过去吧 宝儿的手 没有受伤啊 宝儿的手没受伤 可是小念告诉他 昨夜我在院子里 捡到一块染血的布料 是谁受伤了吗 宝儿 做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伤到手了 你确定他的手没受伤 我昨儿才见到他 我当然确定 谁 谁来了 阿姐 是你来了吗 姐夫 姐夫 你在门外吗 好 稍等我马上来 稍等我马上来 好 好 义俊 思念房间哪儿都可以去 我都宝儿的房间 你不能进去 他一个未出口的姑娘间 他的屋子 我进去最想 是 夫君 夫君 你怎么这个时候 就回来了 图成房图的是女人 此刻是用真的女人 代谢的布料 你会不会就是她 怎么了 夫君 不会的 一定是我想多了 你是谁 什么 你不是去医馆了吗 怎么又折返回来了 我有东西忘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客人落下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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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灯会 我送哪盏花灯给宝儿啊 你帮我选一下呗 兔子宝 可宝儿是说小老虎呢 那就送老虎 可是宝儿看上去那么乖巧 更是个小兔子啊 那具两盏兜售 外它表面是只兔子 那些是只老虎呢 温芳 若有一天 不过来 出去台湾 快点 带我过来 我们快点 豆族 哪儿 最带跟 不过来 我 因为 side Pain 陈陈陈 慈姑娘 你特意换我来 不会只是想送我衣裳吧 红婶 你可成过婚 怎么 你是与夫君有什么嫌隙吗 这夫妇和恋人不同 生活里的鸡铃苟碎 会把往日的情浓秘义 给磨平掉 就算是再深的感情 也会变得淡薄 也是很自然的 可若是发现 日夜躺在你枕边的人 想要杀你怎么办 那难道你就没有 想要杀他的念头吗 我 我也有过夫君 他是个普通人 当他发现我身份的时候 我在想 他会不会也像别人一样 想杀了我 结果我以为的 从来都只是我以为的 这世上 没有人能赤身裸露 不穿衣服就这样出门的 只是这衣服 好不好看而已 四姑娘 你的家事呢 我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 我有一桩事 可是要提醒你啊 这质子子素 可不是普通的风筝 就算是你成功了 到时候 也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明白 我 狐狸 今日你将成交的人手 多调排下到别院附近 尤其是这些山间小刀 好嘞 大人 那个女镖人咱们还抓吗 咱们私里有的是弟兄 可以掘第三尺把她给挖出来 或者我们可以再想个计策 引那个女镖人出来 此事 任我再做决断吧 大人 世子子素身份特殊 做质子前就深受百姓拥护 虽说我们已经极力掩盖 她被刺的消息 可如今城中流言四起 百姓们都在猜测 刺杀质子的幕后主使 是二皇子一派 放肆 是 二皇子 你躲在床下做什么 大人 无量兄 无力兄 我们敬为私是一体的 我同你们一起 去保护世子 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大人 你每回都说 有重要的事 可我知道 您是想新手跟我爹的承诺 保护好我 可我是个男人 不能永远在您的庇护下 我也想有能力 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叶翔 叶翔 你也想 你也想想想无量兄跟牡蠣冲一样 你也想想像无量兄跟牡蠣冲一样 大人 您认真考虑考虑 无量兄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撑得怎么办 大人 晓妮 表嫂 我们 我们 二表弟 三表弟 我知道你们弟兄之间感情很好 但我和夫君 已经很久没有一起逛夜市了 周围不介意 我先把他带走吧 不不不 不介意 不介意 我怎么觉得嫂夫人笑里藏刀啊 我也觉得 小胖子 这儿 干嘛去啊 小胖啊 你可是咱们金为司 最重要的暗哨 燕大人夫人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忘了通报呢 一根糖葫芦 就把你给收买了 前些日子 你说思念房接了比大的事 进行的可还算顺利 本来挺顺利的 但是中间出了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不如你告诉我 不如你告诉我 兴许我能帮你解决 现在还想试她 若你现在告诉我真相 兴许我还能帮你 无妨 我自己可以解决 这个面具 很适合夫君呢 这把扇子 和你那件对筋雨纱的衣裳 倒是般配 我可以的 我先看你 就一直以为 我马上 我他们的 还在家里面 还有一个扇子 那我 你不会 那我 乖 请你 对 我 燕大人这步棋 又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至悲之棋一步惊 殿下又赢了 大人似乎有心事 一些家中琐事而已 我听阿谦说 前几日她替我去送玉佩时 把夫人惹不高兴了 要不然我让阿谦去把夫人请过来 我与夫人解释一下 殿下误会了 卑职与内子 只是有些生活上的小矛盾而已 难道夫人还不知大人的身份 我夫君叫燕无名 我刚刚看见她进去了 你让我去找她 阿谦 不得无礼 诺 小念 夫君 你真的在这儿啊 我刚去仁安堂找你没找着 我在路上 见到一个跟你身形很相似的人 我就跟着过来看一看 小念 夫君 你放心 你来出诊吗 我不会打扰你太长时间的 想必这位就是 燕夫人了吧 这位公子好气质啊 想必就是我夫君大半夜也要出去医治的病患吧 我只是一位久回故里的旅客 暂居此处感染了些急症 所以才差人请燕郎周过来替我医治 那公子若是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借回我夫君一炷香的时间吗 今天是我的生辰我给我夫君呢做了一件衣衫 咱们晚上不还得一起逛灯会吗 但是我担心这个衣服他穿的不合身 所以呢提前让他来试一试 这样我也有时间可以改吗 这样我也有时间可以改吗 不信可以看一看 夫君 这里面 只有衣服 我跟去旁厅室吧 夫君你急什么呀你 他们好像很恩爱 夫君 我来给你穿衣服吧 夫君 我手上只有衣服 没有别的东西 我来吧 夫君若是不肯让我给你更衣的话 那我就叫门外的阿谦姑娘进来 说来那位阿谦姑娘看着好生眼熟啊 是不是在什么风花雪月的场合见过 哦对了 哦对了 夫君 你之前说你的手臂酸痛 现在好些了吗 我没事了 你呢 痛倒是不痛 只不过我才想起来 这是因为一个客人推了我一下 我才撞到手臂 说起来 我跟这个客人 以前很熟的 只是没想到 既然会一言不合 就对我下如此重手 夫君 你说 是不是不值得啊 夫君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给你戴个腰带而已 夫君 这不是我那把鼻手 你随身携带这么锋利的鼻鼠 这是要防着谁啊 难不成 睡觉的时候也要戴着吗 你觉得呢 你这个衣服尖头有点窄 我拿回去改一下 晚些给你送来 小念 你今天可以就在家里 哪儿都别去 等着我吗 那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从此再也不过 闻人安堂的任何事情 夫君既然你自己都做不到 又何必强求运火 四小念 这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你以为你再来之时 还能像刚刚那样 随便胡闹一下 就能全身而退吗 到时候我小护你都护不了你 今天是我们成婚以来 我的第一个圣诈 你若还记得的话 你若还记得的话 怎么会想到你都护楼 我自己头发不好 都护楼 都护楼 你怎么能拿这些衣服 你去哪儿都护楼 我自己头发到 你是希望他去梨园呢 还是不去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若是去呢 那我就得利用他 我必须杀了世子 可他要是不去呢 那就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只想保护世子 那我们就会在前上别院 正面交锋 可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夫妻之间的情分 都走到了尽头 你现在需要权衡的 就是他重要呢 还是你自己重要 这与寻常夫妻间的道理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两全之策 而是看谁更愿意退让一幕 这对于他来说 也是如此 不愿意退让一幕 燕大人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今日是夫人的生辰 现在已经虚实了 你是选择去陪夫人过生辰的 还是留下来陪我继续下棋 殿下 恕备职先行一步 备职会加派人手 守护殿下安全 殿下 他 我猜 他应该是去找他夫人了 你看他们感情多好啊 阿卿知道该怎么做 我来了 可是你终究还是没有 不想试语 何处烟火声歌 细无无人坠 斜阳几城无窗 月断着残酸 我问山风可见你 山风知不知 可万丈或天哪 我终于等到了 我想与你好好聊聊 暂时走 彦 wicht 他很短暂 闻想编决 当你连生的 你散开 你竟然不见了 小 你受伤了 你别装 不是这样的 你别跟过 不然我会杀了你 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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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主 你 你怎么受伤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宝儿呢 宝儿同文公子听戏去了 很好 你去跟他们一起听戏 不到天亮 谁都不许会来 可是你这 走 我 方主 快去吧 方主 方主 这可怎么办呀 姑爷 夫人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但是她让我去找宝儿姑娘 不到天亮不许回来 很好 红枣哪儿也别去 看对任何想进来的人 宝儿就是回来 让文房带她继续听戏 女人 小念 你听我解释 你 妈 妻 恩 我跟你说了 你要赶 硬付煎 鱼 杀 羊 eting 准备 红枣姑娘 买个麦芽糖吧 红婶 我买我买 你陪陪我 我害怕 别怕别怕 你们家这主人 关系不大好啊 他们以前关系很好 很安哀的呀 不知道怎么突然 就变成了这样 别担心 夫妻之间啊 吵一架就好了 她们好像是在打架呀 天哪 吵一枚猫发 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不过一夜夜连芳华 大梦袖前场 小爱茫茫不见人情 爱恨绪和 一路都荒唐 小妮 你替我解释 别是几楼天荒 你 族人四年混淌 三千繁华未了 不及你的身高 星辰起落之间 年乱点一切说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你没事吧 走开 你看 四小念 你不是来真的吗 那你刚刚射我那件事 假的吗 我 小念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解释 快点给我下来 小念你听我解释 三千繁华未了 不及你一份的身高 天生起落之间 一轮便地 成说 解释 手术 你能不能何方 纵人四年滚躺 三千繁华未了 能否输一段十多万 真是没想到 夫君原来一点也不温柔 这么厉害 夫人 你也不差啊 功夫很强啊 这是我中计卖的一套茶卷 茶卷 我看是酒聚吧 从您下楼那天开始 你就在骗我 我骗你 你没骗我吗 什么正经浪中 回去庆楼啊 不服其矛盾内部解决 你竟然带人去大街上围剿 我 滚开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去找我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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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日 是我们成婚后 你的第一个圣证 这把匕首 是你送我的那把 虽然它连苹果都削不了 爱一封难知 何故起风热心事 你回眸几次 尽看痴 碰在手心的诗 寥寥草草几行字 季风月 风吹 刚刚派楼下的那一剑 不如不相识 是我这辈子 最痛的一次 胡思琴 何处烟火生各其莫无人之 夕阳既成不成 月单照曾经 莫为山峰可见你 深方止不止 各万丈或天涯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们好好聊一聊 你回路几次 请你好像没有声音了呀 看一下 别弄坏了 我的门 我的门很贵的 明天帮你修 等一等 我的门是独一我二的 你修吧 我帮你换新的 什么东西搁着我 你的石灰粉 原来你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我的门 这里全部的东西 都没你重要 宝儿 我今天挺开心的 你 红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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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来了 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 阿姐和姐夫呢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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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阿姐没事 你先回去吧 可是我听 那我们燕朗中呢 燕朗中不会有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出去 燕朗 你们小孩子家的 什么都不懂 别在这儿乱看了 出去吧 没事的 人家夫妻吵架而已 阿姐 你也别看了 别看了 出去 你怎么还看呢 小孩子家别乱看 你别看了 小孩子看什么呀 这 是白老师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要紧 你身上残的宝贝真多 别管了 你快都扔下去 好 别耽误我们犯正事 痛吗 很痛 这个是宝儿研制的狐狸膏 每次我受伤了抹了这个 立马就好了 怪不得 你身上都没有疤 讨厌 那你呢 你一般受伤了怎么办 我 嗯 我从来都不受伤 那你这回还不是受了伤 我受伤不是因为你啊 你去干嘛 那 还有什么地方是你不会藏酒的 你管呢 那 干杯 真好喝 你都不知道 我为了要在你面前装温柔 嫌淑 端庄 大方 真的是把所有不像我的诗都干尽了 那你 最不想干的是哪件 就是你每天晚上翻译书查病症 我还要拿一本诗词在你旁边等着你 那一个时辰 简直是人间地狱 你还笑 怪不得那本诗词 你每次翻开 都是同一页 每次念的都是同一句 不过 比起你 读书念诗的样子 我还是更喜欢 你喝酒的样子 那就再喝一个 那你呢 你为了隐藏身份 人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痛苦的一件事 嗯 我们成婚第二 有个客人来闹事 我也是 当时恨不得把她胳膊给拆下来 我也确实一不小心 给她拆了 你也给她拆了 我也一不小心把她给拆了 真的吗 不过我后来啊 去给她装回来了 我也是 你也给她装回来了 嗯 我就是非常好 在我们成婚的那一晚 我们不是在基地连 装作语 你等于今天 再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果然在你这儿 你给我 心别管我 心不愿意 但我都可以 我务情 你自己选择 然后你 你把我 拥有 把我 忍不惧 是 你的 生生所有 我未能旋直欲空 我里千万里外 尽锐开如风 他们昨晚吵得那么凄厉 幸好我们思念方是独门独悦 不然 我真害怕影响到邻里 你们放这儿吗 娃儿 来 你走 红嫂 他们不是一直很温爱的吗 到底为了什么吵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这 这谁的匕首啊 难道 昨夜阿姐的身份被发现了 来 慢点 红嫂红嫂 他们很渴望了 你都出汗了 还有吗 没有啦 红嫂 我今天要跟孤叶出去一趟 你带着大家 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 哦 好 文房 张芳图我找到了 在我屋子里 去许一下吧 哦 好 想吃什么 那 馄饨 嗯 文公子 嗯 我有个秘密 想告诉你 嗯 什么秘密啊 晚些时候来我屋里 好吗 好 我扶你回去啊 不用 嗯 还没和好 快打起来了 床都塌了 面和心不合 我当年让我给你补买什么生辰礼 买来买去 还是酒 以后你给我买酒就好了 别总给我买这种小孩玩的东西 人家不喜欢啊 风替我擦了 小年 我们一定要站在队里面 天地开阔 随时都会有很多东西 阻隔在我们之间的 我知道了 但是没关系 我快过来就好了 这样 我们就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开开开 走 走 撑着之前梦话 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不过阴你连连芳华 大梦就前场 山海茫茫不见 人情爱恨几何 温公子 我想告诉你我的这个秘密 但又怕吓着你 宝儿姑娘 其实 我也有一个秘密一直都想告诉你 你若是听了之后 还愿意再见我的话 那再告诉我你的秘密 好吗 好 你先说 其实 其实 其实我肩膀的那道疤 是两年前才有的 我不是小时候救你的那个人 你当时约我一同去听戏 我一时鬼迷心窍就给同意了 对不起 我没有向你坦白 我知道是我的错 我知道是我不该骗你 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 第一次摸你那道疤时 我就知道了 你的疤跟他的不一样 那 那你为何还约我一同去听戏啊 我在街市时 是你安排行人给我让路 我去买花时 是你悄悄给我塞了更多的花 我会思念房下雪时 是你给我送的伞 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都知道 我想一同听戏的人 从来都不是小时候救我的那个人 而是默默为我做这些事情的你 老师不要 我 文公子 现在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下转了 从今以后也可以不见我 你一个小女孩 佳佳能有什么秘密 你的秘密好大呀 你放心 我既然说过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就不会再对世子出手了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 我是担心 那一晚之后 那些人不会放过你 那些人 你说经为寺的人吗 那些不是经为寺的人 房主 房主 文公子去了宝儿姑娘的屋子 到现在还没出来呢 宝儿姑娘的屋子一向不让人进 我担心 我担心 宝儿和文公子 不会也要大吵一架吧 宝儿 文房 文房 宝儿 不要 宝儿 住手 你在干什么 快把刀放下 你们看 宝儿她竟然会做兵器 她好厉害 好帅气啊 你看 这全是她做的 那你刚刚喊什么 文公子说怕我受伤 不让我跑 你 承放图是嫂夫人你偷的 你还是想杀世子的那个彪人 这么大声干嘛 坐下 那说的是曾经 你不用看宝儿 她只会做兵器 她不会武功 更没有杀过人 我当然知道 怎么了 阿姐 如今你的身份被拆穿 又丢了彪 老钟会放过你吗 我现在就去给阿姐 再做些兵器 没事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小妮 你们口中的老钟 究竟是谁 老钟是我们彪人的头目 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名 他也不会像任何人 透露他隐藏的身份 甚至他的真实模样 我都没有见过 怎么了 我只是有些奇怪 照江湖的规矩 他一个彪人 为何偏要沾惹上朝廷的是非 这也是我起初 不愿接的缘由 姐夫 你千万不要误会阿姐 这些年 他从未拉杀过无辜 但凡他愿意收得风筝 一定都是穷凶极恶之人 我自然知道 我有一个问题 这收风筝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了半天也没听懂 你呀 听不懂的是最好 吃菜吧 温公子 晚些时候 我再解释给你听 还是宝儿姑娘对我最好了 来我们干一杯吧 来吧 干杯 温公子 你没事吧 这什么酒啊 这么烈 这是我准备 送给小念的酒 你喝自然会想 你喝自然会想 大人 这酒 该不会是您入金维斯 头一年 侯爷赏您的那壶吧 你怎么知道 金维斯的传闻 我还是知晓不少的 这酒乃藩帮进贡主 不是普通人家就能有的 哎 哎 我怎么看这个酒 越看越眼熟呢 我想一想啊 我肯定放在哪儿了 是放在 嗯 嗯 找找啊 果然没错 嗯 连味道都一样 你闻闻 竟然真的有一壶一模一样呢 你这壶哪儿的 夜中送我的 十三岁那年 我头一回受风筝 还有些胆怯 他就送了我这壶酒 当时我年纪太小了 就没有喝 这时间一长吧 我也就忘了他的存在了 你十三岁就当彪人了 对啊 你呢 我 我当上指挥室那一年 十岁 十岁 嗯 谁信呢 这不是重点 这两个人同时送了我们 同样一壶酒 难道他们是同 同一个人 殿下 卑职邪夫人 来向殿下请罪 世子殿下 我是燕无名的夫人 之前是我 二位特意来找我呀 殿下 卑职想向殿下请罪 进来说话吧 燕大人金日同夫人前来 想请何罪 殿下 其实卑职 是 其实卑职的夫人 她 世子殿下 我就是刺杀你的那个彪人 今天燕无名前来 是向您请包庇之罪的 不过是我 用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以整个金尾司的安危 威胁她避诱于我的 四小念 这是我身上唯一的武器 今天既然已经来了 要杀要法 任凭你处置 四小念 阿倩 当真 当然是真的 我四小念说话算话 四小念 你给我 阿倩 退下吧 诺 小念 殿下 卑职的夫人原是江湖中人 执行任务从不问缘由 一切都是卑职的错 还望殿下饶过四小念 治卑职的罪 燕无名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心保护她 我今天是来道歉的 她有什么冲着我来就好了 四小念你闭嘴 你 你们夫妇二人 还真是毫无默契可言 我只是一名区区归程的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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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如果侯爷和老中 是同一个人的话 为何要指派你我 执行不同的命令 这还不简单 去见见她不就是了 空审 直接告诉老中 我要见她 好 燕大人 是否也要我 传话给侯爷 她的消息 也是你传的 你怎么传的 来 麦芽糖 都这种时候了 你也不必戴着面具见我了 侯爷 当初 我安排你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知道有今日的邪苦 侯爷 你成婚的时候 我不方便露面 有样东西 一直没有机会给你们 这是 当年你就念念的时候 给她买过的麦芽糖 听说你成婚了 她图我还给你 祝你们夫妇二人 生活甜蜜 你笑什么 念念 怎么名字里也有个念字 她是谁啊 她是谁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 她为什么送你麦芽糖 你是不是就喜欢名字里有念字的 你竟然有这种癖好 我以为你们夫妇二人 在互相知道身份的时候 会成为你死我活的结局 没想到此时此刻 还能在我面前打情骂敲 看来我选人 选对了 我回去再跟你解释啊 侯爷 可否告知于我 您为何一面 派小念刺杀世子 一面派金雷斯去保护世子 因为你们是最合适的人选 谢谢 谢谢 要dom dom 我要dom dom 我要dom dom 我要dom 我要dom 我们 要dom dom 我要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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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也就是不愿意的 您都有意儿 夫君 你给我看好了 你想干什么 好 叔叔 我误会了吗 你又没跟人家说清楚 我哪知道那个孽孽 是侯爷八岁的女孩啊 我那个时候也说不清楚啊 你想 面对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女孩 我只好给她哄着了 婊嫂竟然就是那个女婊人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儿装 谁让你婊嫂 之前都有唐突 还望嫂夫人海涵 侯爷不光是朝廷的人 还是世子的暗卫 她既是金维司的人 也是嫂夫人的老大 这关系 忒乱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闹了半天 原来我们是同僚啊 两个机构而已 真是奸诈 谁在说话 你躲在灯里 我被闹了 啊 还真是 等等 大人什么时候抵抗过朝廷了 如今坊间都在传 二皇子一派 忌惮世子归城 暗中刺插紫苏 力保五岁的小皇子继位 这紫苏心境可真够深的 布了这么大一个局 准备向宝儿提金 谢嫂夫人 城中舆论不断发酵 桃中大臣也在洞苗 二皇子年幼 殿下也是正统入身 一切只待殿下入朝 只是燕无名 以她的信心 你是担心 她不能为我所用 无妨 她今日前来 我定会另行镇主 镇主 我有钥匙求见殿下 阿谦 让燕大人进来吧 让燕大人进来吧 侯爷 殿下 殿下正在等你 殿下 阿谦 退下吧 诺 我知晓 我知晓燕大人当初 答应护送我入皇城 是为了夫人 而如今夫人 既然已经知晓燕大人的身份 想必 燕大人也没必要 将自己陷入这不忠之境了吧 我既答应殿下 我既答应殿下 便会遵守当初的承诺 我做智子的这十余年 每天都会跟自己下棋 每走一步 都会在自己的精心算计当中 每落一个字 我都会想起燕大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殿下当初为了百姓设计 去做智子 后悔吗 而今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燕大人 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将皇权地位拱手相让 我后悔没有早日识破他们的处心积虑 我后悔忍辱腹中的这十余年 我夫君一向身体康奸 为何突然奉使由他继位 他曾与诺空我 至此还朝归还地位 而如今呢 江山社稷交给一个五岁的孩童来掌管 难道这不荒天下之大谬吗 好 燕大人 如今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追随我 祝我夺回皇位 殿下 殿下 怎么还不回来了 大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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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回来啊 你再不回来了 我就找过去了 我没事的 放心吧 大人 您什么时候存了这么多四方钱了 这是世子给你的 世子为何要给大人钱财 这是我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俸禄 好 OK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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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 我明日只是去护送世子入城而已 那你可知道此去的凶险 世子与二皇子一派不论如何争斗 你和我只是两立棋子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你的兵器太招摇了 用这个吧 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其不意挟持世子 我已经跟世子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会参与他们的皇权争斗的 那你给我听好了 以前的每一日 我都在等你回家吃饭 往后的每一日 我也绝对不可能没有你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听到了没 好啊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在家等我 我会没事的 我会为老幸物 这个吧 准备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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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叶无明让我交还殿下的 他居然不为我所用 可惜了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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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为司指挥使燕无名 未得赵私入皇城 亦遇谋反 出去 带 驾 老婆 老婆 温芳 快起来 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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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真的帮你做了 最重要的事 是 是 你一直都在帮我做最重要的事 大人 我想 在乎 再拜托你一件事 别认识我 我先把你摸着 自己跑了 大人 我知道自己的状况 我想 你帮我把这个 你帮我把这个 我不能帮你 你不帮你 作词 我 那 是 我 可以 拿着 她 才是 她 我 走 大人 我好像没那么疼了 大人 这剑没找到我 是他救了我 这是 你们不是让我给宝儿下评书吗 我寻思着 普通的他又看不见 我就用铁牌雕刻了一块给他 你这个是 这个我刚跑过来 不小心张他的嘴 我吼你个臭人包 大人 没事就好 对了大人 嫂夫人刚刚找你来着 你去见他了吗 小念来找我了 糟了 你赶紧去找宝儿 别让他担心 我去找小念 大人 我 这 文房 文房 文公子 大叔 请问你有见到仁安堂的文公子吗 不好意思 小心点啊 文房 不好意思 请问您见过一位公子吗 他大概这么高 站住 你好 请问您见过一位这么高的公子吗 你见我 文公子 文公子 何 SJ 你干什么 你慢着点啊 走 走 快走 我妈 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老公娘 没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 我听到喧嚣街头 我说我会来 我就一定会来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的 我听到喧嚣街头 小妮 小妮 谁伤了你们 谁伤了你们说话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不是她 都不是她 只要不是她就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你说话呀 说话 你告诉我 说话呀 殿下 我们已经全程通缉了一月有余 可还未发现燕无明的踪迹 是否要请大理思习 她已经死了 给她立个墓碑吧 怎么样 阿姐 你放心 这墓是空的 大人肯定还活着 阿姐 你放心吧 姐夫会没事的 我们先回去 大人肯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的 文房 文房 你先带宝儿回去 我去找她 可是 只要她还活着 我就一定会找到她 我去找她 给她 总 你带她 以我 小男人 你带我 你多去哪儿 却难遮过往 遇见你 惹我思量 用一生同望 趁着之前落花 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不过因你连连芳华的梦就牵肠 山海茫茫不见人间爱恨几何 一路多荒唐 你若回望便是地老天荒 从颜色三千分花万两 都要在这里一起过 在我身旁 心传起了指尖 遍轮遍地间双情深处 不何妨 纵人思念滚草 三千繁华围绕 能否数一段时光 与我红尘 与你人间一世无双 沉着之前落花 还想把缘分放在心上 不过因你连连芳华大梦就牵肠 山海茫茫不见人间爱恨几何 一路多荒唐 你若回望便是地老天荒 纵人思念滚草 三千繁华围绕 不见你在我身旁 青春起落之间 年轮遍地成双情深处 不问何方 纵人思念滚草 三千繁华围绕 能否数一段时光 与我红尘 与你人间一世无双 我记得我们的约点 以后每年的上缘节 都要在这里一起过 我好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不行 等着 走 至少先把东西放回去吧 没事的 宝儿和文房看到会拿进去的 我们做凶嫂的这样不太厚道吧 不如这样 我们先在醉仙楼吃晚饭 吃完之后呢 再把醉仙楼所有好吃的 都给宝儿和文房带一份回来 怎么样 很好 反正我们就去一次城中 去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的 对不对 走 这鱼上怎么有刺啊 你不是想吃铁板烤鱼吗 这聘书竟然有这么多作用 又能当盾牌 又能烤鱼 鱼 宝儿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宝儿烤的鱼当然好吃了 我多留点给阿姐和姐夫 不用了 你要是喜欢 就多吃点 一会儿我再给阿姐和姐夫烤就是了 你快尝尝 我们家宝儿十项全能 会做兵器会酿酒 可是做饭 不太棒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这大街上哪哪都是人 实在是太让人高兴了 怎么样 最新楼的包子果然还是另有滋味 好好吃啊 我以后能不能天天都吃 可以啊 我给你做 好 小念 你最喜欢的洛日红 你竟然现在能分辨胭制的颜色了 你说过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了 而且这也不难记 不用买了 现在我也用不上这些 你们记得我就很开心了 你们两个死穷酸的 不买别碰我的胭脂 很贵的 夫君 什么东西这么沉呢 是挺纯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那个 全部 都给你 我都不要 夫君 趁天爱之前 我们都逛逛 好 春宝宝抓谁啊 有谁啊 不要吵 我们说好不多管闲事的 为了我们的孩子着想 绝不招惹是非 可是抓贼应该 不算多管闲事吧 反正就这一次 待会儿也就回去了 你还等什么 追 追 照些时候留恋过许多 是人口 喝